Hello 是不是很久沒見過我和小魚一起出場呢 沒錯啦 今天我會跟大家拍一個 咦好像沒有穿衣服 其實我有穿衣 背心來的 今天我會跟大家拍一個我用完的產品 小魚最近也好很多 很多朋友在Facebook也有留言 我說叫小魚加油 其實下個月就會做手術 到時再跟大家更新 所以現在都不錯 事不宜遲 快點說一下我最近用清了什麼產品 很多都是因為很重複 所以我會把我盡快說 我沒盡快說 都盡快說 首先我會說 我由很久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Bobbi Brown的Cleansing Oil 這個Cleansing Oil 我真的用清光了 我已經是完全按一下都按不出來的地步 這個Cleansing Oil我用過Fango House 用過Lay Cell做卸妝 用過Suyumura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最舒服的 因為它裡面用的是植物油 不是礦物油 是Jasmine Oil 而且它的油狀是非常 你用上去好像做SPA 那樣的味道 而且它也不是很稠 好像很黏 很油黏的感覺 完全沒有 它真的很舒服 然後它的價錢 就不算太貴 因為它很大支 大概200ml 200ml 其實對於我來說 可以用很長時間 大概可以用到半年以上 這支我真的用了半年以上 差不多天天用 那如果我不用它的情況下 我就會用另外一支 我都用清光的產品 就是這支 Innerskin的 那這支Innerskin的 這個卸妝水 其實就是跟Bilderma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它便宜很多 它是台灣出的 那這支小支妝的 小很多 這個是100... 多少呢? 100... 125ml 好了 它是125ml 那它便宜過Bilderma很多 Bilderma也有小支妝 也有大支妝 那我知道它的大支妝 在Instagram的店裡買 那這個其實是 Instagram一間 賣很多 這些護膚品 台灣護膚品的一間購物 那我叫做My Princess Yoyo 我一開始覺得這支是一般的 因為它很濕 它抹出來沒有Bilderma那麼乾爽 但有些人覺得Bilderma抹出來也是濕濕的 但我自己就覺得它就比起Bilderma溫和很多 如果嚴格來說 Bilderma我要用四張至五張薄的棉花 我會抹完 但是它呢 我可能要用七張棉花才抹得乾淨 但換句話來說 它是溫和很多的 因為它是很濕的 你抹完之後你都會覺得它是很濕的 但它其實又會抹乾淨 因為你再抹已經是沒有粉 沒有什麼的 它清潔力不算強 但它很溫和 你抹都不會紅 不會有任何 覺得扯著你 但Bilderma印絲 我抹完會覺得有點紅 所以如果有些人覺得Bilderma太乾 因為有些人覺得 化妝水是乾 他們比較喜歡化妝油 我覺得這個Innerskin 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它又很便宜 一大支我想都是百多元 即是一百元鬆少少 這小支是 不知幾十元 五十元以下 大家也可以提醒我 留下購物的名字在下面 另外用清光的產品 還有這個在英國買的 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這個是這樣噴口 然後是維他命E的保濕霜 它是非常滋潤 但它又不黏的 非常容易吸收 它的質地 其實我之前有段影片也說過 我不是很記得是哪段影片 但如果我找得到 我可以在下面跟大家說 在下面留言 我會連結這段影片給大家看 這個是維他命E Face Moisturizer 它的牌子叫做 Meline & Goals 我上次也是不懂的 它是在一個網站 叫做SpaceNK 可以購買的 但SpaceNK 如果我忘記了 它是要錢 不是FreeWireWire Shipping 但它偶爾也會做Promotion 但這支我真的用了五支 我是從英國開始 一直用兩三個月 用完 又買一支 它真的很好 這個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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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個就是我上一段影片 說三四月的Favorite 也有介紹過的 這個Nils Rutger的Facial Cleanser 4%的PHA 它就是 我上次也有提及 其實我用了很久 但一直都忘記和大家說 我只說過Gel Plus 它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我最近下髮生了很多顆顆 下髮生了顆顆 下髮生了顆顆 其實很多原因 我一向腸胃都不太好 而且我前陣子不開心 夜睡 真的生了很多顆顆 這支真的是顆顆救星 它很適合用 它是 無論你生了多少顆顆 你用了它之後 你都會快借很多 尤其是下髮的顆顆 今天出來 明天就要在龍頭 後天就借 然後第二天又再出發 不斷反反覆覆的 用這個Cleanser 就非常不錯 而且也是那句 如果你對果酸本身是偏敏感的 你用它 其實就不會很敏感 你用它 反而會 舒服 它不會膩 但用Gel Plus 就有可能會膩 而且它的價錢 也不算貴 好像是200元左右 用到很久 因為你不用經常用的 這不是一個你日常的Cleanser 但是它是你有問題的皮膚的時候 用的一個筋身 還有去暗瘡去油脂去得快一點的Cleanser 那下一樣呢 就是 前陣子我看到一個Post說 這些水是沒有用的水 它 它 它 Avion 還有 哪支呢 總之這些噴霧式的水 有些人說是很廢 很無用 但我自己就覺得 用它來噴臉 真的很舒服 咦 還噴得出過多久 有水聲 但噴不出 其實已經我覺得了 它是La Hoche-Posay的 但是呢 因為我看了很多研究顯示 La Hoche-Posay的溫泉水 是真的有助鎮定 而且有很多皮膚病的人 他們都會去到法國的 那La Hoche-Posay的溫泉水做一些治療 我每次噴完它之後 我覺得比噴一般的水舒服很多 一般水很發乾 但它不會 噴完不會有一種蒸發光 很乾的感覺 我用完這支 這麼大支 其實我還有一支 小的 現在都在用中 那我用完之後 我不肯定我會不會回購 因為我沒有FITTA的花水 還在 但我特別喜歡用這些噴模式的水 還有我之前的Snell White 那支Mist 但這三支皮膚 其實我覺得它的功能是不同的 那這支我仍然 都有機會會再回購 因為我那支小的 另外下一支 就是這支 我也說過無限次了 但終於用完了 用了很久了 如果你看我的影片 就會發覺 這支是Chanel Le Joules Chanel Serum 它不是一支真的 Serum 它是一個早上用的肌底液 你用完它之後 就要再用Serum 它裡面含非常微亮的酸性 它會幫你早上做它的角質 我很喜歡它 它的香味是很舒服 它擠出來的質地不濃 然後它是非常 因為我已經使用了 每支支出來給大家看 它是令到你的妝容很甜 那我現在用完它之後 其實我用的代替品 就是之前有介紹 上一段影片也有提到 BVC的妝前保濕乳 那跟這個比 我覺得 這個呢 就感覺它護膚成分強一點 那個就是感覺 它是做妝前的保濕 純保濕 這個就有一種護膚成分 那我覺得 我其實不會回購 因為它太貴了 都要六七百元一支 那 雖然用到很久 但是 我可能也會試一些 其他便宜的產品 再跟大家分享 那BVC的就便宜很多 百多元 那這個就 大家也可以考慮 另一個就是 我用了整個冬天的眼霜 就是用光了 是胸的 那這個是Neogen 又是大家如果有看過的影片 都聽到我說到很醜 因為我經常都說它們的gel mask 那這個是我第一次試它們的 那個霜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不用買 這個不用買的 因為呢 它沒什麼特別 但是它很難退 而且有一點點難吸收 那我不想浪費 所以我才用光它 但是它很便宜 如果你不介意它 比較難吸收的話 它保濕能力是OK的 而且它八... 不知道... 二百元也不用 如果以二百元不用的 保濕晚霜來說 那... 又未上不是一個選擇的 但是... 如果大家要求再高一點 希望它吸收能力快一點 或者是... 如果想它遮蓋狀 各樣的話 它就滿足不到你 它是霜狀的 塗上去白色一大大 藍一點拐開的 都需要少少時間吸收 但是持續的保濕能力都不錯 因為它都是... 有玻尿酸成分 還有它跟其他它們的產品 用的那個... 內裡面的成分都是一樣的 它都OK的 我很快跟大家說 我最近用清光的產品 那...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影片 那... 這個是... 我會拍到很遠一點的 但也差不多10分鐘 那...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段影片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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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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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